话说一直谋求连任的美国总统特朗普现在的处境非常不妙 可谓是前有追兵后有堵截 所谓的前有追兵指的是现在正在推进中的弹劾案 和特朗普对于听证会如此关注就明白 民主党推动的弹劾案确实给他带来了巨大的压力 特别是自己的心腹第二连三的站出来指正 更有损于他的政治威信和支持率 除了前有追兵更令特朗普苦恼的是后有堵截 谁在堵截 大名鼎鼎的民主党政治明星超级富豪 纽约市前市长布隆伯格事业 美国当地时间12月25号 布隆伯格宣布正式参选2020总统选举民主党初选 在演讲中他自称是一个解决问题的人 可以战胜现任总统特朗普的现有威胁 特朗普上任以后提出的政策是美国优先 而布隆伯格则打出了重建美国的喜好 似乎这位政治与商业大亨很不满 特朗普把美国社会搞得如此撕裂 用非常粗糙的政治手段 严重损害了美国的国家信誉和软实力 所以才提出要重建美国 其实自从选战开打以来 特朗普并不太在意民主党内部提出的总统候选人 因为他们的实力和自己还有一段距离 可是这位布隆伯格先生 特朗普就要另眼相看特别重视了 原因就是他是一位真正的大咖 霸道总裁vs霸道总裁 华盛顿即将上演一出好戏 这位大咖有多强 我们比一比就知道了 政治人物正面硬刚 首要PK的自然就是政治资历了 特朗普这位非典型美国总统 在入入白宫以前完全是个政治素人 从政经验为零 而布隆伯格以前是纽约市的市长 并连任两届 在他从政期间 带领纽约市走出了恐怖袭击事件的阴影 在媒体的渲染之下 俨然是一个美国式的英雄人物 堪称纽约队长 就凭借这份资历 就可以力压特朗普一头 毕竟实实在在的政绩和口碑摆在那里 潜在的支持者不在少数 当然要想在西方世界的政坛上 占有一席之地 必须财力雄厚 或者与财阀关系密切 在个人财富的比较上 特朗普又输人家布隆伯格一大截 布隆伯格的身价达到520亿美元 在2016胡润全球富豪榜中名列第十 他也是前40大富豪中 唯一的一个来自传媒行业的 特朗普的个人财富只有30亿美元之多 而且还有媒体认为 特朗普虚报了自己的个人财富 实际情况可能只有16亿美元 同样是富豪 但一个是依靠房地产积攒财富 有数度破产 借着真人秀混个脸熟的土豪 另一个是以传媒起家 在华尔街大放异彩的金融大鳄 两项比较根本不在同一层级之上 更为重要的是 既然是拼选举 那么媒体的宣传舆论工作自然要做好 可是 以今天特朗普和美国主流媒体之间的关系 他们不造谣抹黑 妖魔化特朗普及其家人 就算上帝显灵了 而在互联网上面 特朗普的优势也不再独占凹头了 硅谷的高科技企业 基本倾向于支持民主党 就连此前明确表示 支持特朗普的Facebook创始人 扎克伯格最近也被修理了一番 要想再公开支持特朗普 恐怕是难上加难了 相较于在媒体宣传上不占优势的特朗普 布隆伯格本身就是媒体大亨出身 他所创立的彭博社 是美国运营最成功的私人媒体之一 这次宣布参选之后 有媒体报道 布隆伯格给自己的彭博社 定下了两条新规矩 不许报道他的负面消息 要竭尽全力挖特朗普的黑历史 直接让多位资深编辑加入其竞选团队 就这样 不过外界批评 质疑的媒体和金融大亨布隆伯格 为了击败特朗普 直接把带有公众权益属性的媒体 变成了自己的竞选机器 而且还直言不讳的辩称 我的记者怎么可以拿我付的薪水 写搞黑我 嗯果然够霸气 这么看来 布隆伯格与动不动就直接开除官员的特朗普 都颇有霸道总裁的作风 这火星创地球到底能激发多大的能量 我们只能在以后的竞选过程中细细品味了 其实特朗普之所以之前 不太看得上民主党的党内提名候选人 原因就是这群家伙募集的竞选资金 都远远小于特朗普 政治游戏是非常烧钱的 一旦民主党最终推出的候选人 自己的竞选资金不够多 到了2020年竞选最激烈的时候 很可能出现资金崩盘 导致败走卖城 特朗普就不太担心 他自己就是土豪 一点也不会忧虑资金崩盘的问题 但布隆伯格他老人家 不是土豪是富豪啊 这选战刚刚拉开大幕 就已经投下了3200万美元 制作自己的竞选广告 如此豪气 当然不会有资金锻炼的问题 接下来就是特朗普与布隆伯格 互相砸钱的游戏了 特朗普的先天优势没有了 再加上另一大核心要素 媒体的舆论宣传 要是再次吃别 那总统宝座可就真的岌岌可危了 所以特朗普真正的竞争对手出现了 不过布隆伯格强归强 也并非无懈可击 他最大的劣势恐怕就是年龄了 特朗普自己就已经是个高龄总统 而布隆伯格今年也已经77岁了 比特朗普还老 真的可以称之为老布了 现在的美国选民 到底能不能对布隆伯格的年龄 保持足够的宽容 也要打一个问号 毕竟美国总统号称自由世界的领袖 今天要和恐怖分子激烈厮杀 明天还要和邪恶联盟斗智斗勇 后天还要关心民主与自由事业的发展 没有一个好身体恐怕是难以胜任的 另外一个从传统观念看起来的优势 现在也变得不确定了 那就是卖人设 在西方选举到底在选什么呢 真的是选择国家发展方向和政策道路吗 不 选举选的是人设 只要你的人设足以打动选民 那么就会被送进白宫 募集竞选资金 打舆论宣传战 背后的目的就是给自己打造一个完美人设 并不断摧毁对方的人设 特朗普为什么在2016年能够脱颖而出 最后击败希拉里入主白宫 因为他把自己包装成了美国穷人的代表 炮轰民主党的腐败 指责富豪阶级的为富不仁 深得民心 现在布隆伯格也在卖人设 他目前所积攒的口碑 正是自己纽约队长和美国梦实践者的正面形象 布隆伯格非常热心公益事业 除了创立慈善基金会以外 个人在共枪和气候变化方面的捐款 就高达80亿美元 2014年 布隆伯格被时任联合国秘书长的潘基文 任命为联合国城市与气候变化问题特使 古特雷斯之后 于2018年3月授予他新头衔 说实话 这种人设在过去比较吃香 但在已经社会严重撕裂的当下 未必吃得开 而且布隆伯格的人设也已经受到了挑战 他在纽约市长期间打造的亲民形象被指作假 他的彭博社被批评是男性烈焰场 这说明竞争对手也准备好了黑料 来彻底摧毁他的完美人设 另外 他尴尬的犹太人身份 似乎也会成为竞争对手拿来攻击的标靶 他们或许会影射犹太财团控制美国权力中枢 引发社会恐慌和反右主义的泛滥 并以此巩固美国传统白人的选票 总之 布隆伯格与特朗普之间的战争很有看透 美国大选阵营逐渐明朗 本土资本集团VS国际资本集团 不过更有看透的是 他们背后所代表的美国本土资本集团 与国际资本集团之间的博弈 他们之间的争权夺利 只不过是绑架民意 和美国的国家机器 为各自所代表的利益集团敛财罢了 美国联邦政府只不过是他们的赚钱工具 特朗普之所以能够成为美国总统 原因就在于美国实力的相对衰弱 让美国民众产生了强烈的危机感 同时 由于被资本家们剥削的太厉害 需要一位赶向资本家开炮的平民代表 掌握权力 改变目前的状态 于是 他们把一位包装成平民代表的真正资本家 送进了白宫 授权一位资产阶级的代表 来代替无产阶级说话和革命 也算相当讽刺的了 总之 特朗普的出现打破了过去资本家 没有进入美国权力中心的历史惯例 在此之前 都是依附于各大利益集团的政治世家主政 比如肯尼迪家族 克林顿家族 布什家族等等 这么做的好处是 黑锅政治家来背 利益大资本家独揽 这样在幕后当操盘手 既安全又隐秘 何乐而不为呢 但是 特朗普打破了这一约定俗成的惯例 原因就是 僧多肉少 美国自己创造财富和掠夺他国财富的能力都在下降 众所周知 民主党所推行的政策 更有利于国际资本集团在全球范围内 巧取豪夺 他们为了自己的私利 不可避免的牺牲了美国本土的利益 而共和党基本上坚定维护 以传统制造业 军工产业和能源产业为主的 本土资本集团的利益 奥巴马执政八年以后 他们觉得机会来了 在全球化当中 处于下风的美国本土资本集团 为了抢夺更大份额的蛋糕 打破了禁忌 直接把他们中的代表 特朗普推到了前台 利用手中的权利扳回一城 否则 美国本土资本集团 将长期被国际资本集团压制打 自己的利润会越来越少 政治能量也会越来越弱 看着特朗普上台后推行的政策 又是增加军费 又是打压伊朗 明显有利于背后支持的军火商和石油大亨 而布隆伯格主推公平教育 枪支管理和移民改革 以及气候变化等政策议题 看起来人畜无害 是为了国家的长远发展考虑 但这背后隐藏着国际资本集团 借此政策拼命把告自己所属优势行业的财政拨款份额 拼命解除他国门槛 创造新的金融泡沫 进行财富劫略的目的 所以政策背后的利液划分才是重中之重 布隆伯格参选的背景 是特朗普对当前美国国内政治 社会 经济 外交规划 起到了强烈破坏作用 导致美国国内的深刻分裂 这种破坏不利于美国打造的民主自由的人设 再通过这个人设继续剥削全世界 所以一个想要不顾国命 拼力战略扩张 另一个想要休养生息 进行战略收缩 两大利益集团之间的分级和博弈 才是2020美国总统大选的主轴 这次资本家都走向了前台 这次美国社会将会更加撕裂 这次美国两大利益集团之间的激烈博弈 将决定未来美国的对外政策 是继续扩张 还是回撤收缩 特朗普和布隆伯格皆非无能之辈 他们能够出人头地 中的话题人物代表着凡人无法企及的能力和手段 但不管最后露死谁手 持续内耗的美国自然没有办法全力压制中国 至于说谁上台对中国更有利 其实做好自己才是根本 因为任何一个强大的国家 强盛的民族繁荣的文明 都不是靠一两个人就可以力挽狂澜的强大 是所有人共同努力的结果 只有强大带来的红利汇集所有人 这种强大才可持续 中华复兴还未完成 无谓当自强